本期视频我们演示一下 斋藤翼龙的Boss战 这个斋藤翼龙呢 看过剧情都知道是我们自己 和我们长得一模一样的 这个Boss战有意思的地方是 我发现用悬梿的上段可以无限连它 只需要用三个无忌 非常简单 究极简单就可以无限连它 就它会变蠢变弱智 那么老是找这种 毒癖吸尽的办法去打 那这就是守参党福利 它有两个守护连 它可以变成猛 可以变成幻 两个形态 然后打它需要用到三个5G 是鬼舞天 然后破碎天 这是一个追击技能 鬼舞天是个 禅心技能 可以闪避 还有一个就是天上连 天上连也是个追击技能 然后 这个破碎天和天上连 可以无限连它 就非常简单 上来用不用营养术都无所谓 直接一个鬼舞 然后就是破碎 破碎之后它就会出一个投技 然后你就直接天上连它 然后它就倒了 然后再接着就是破碎 然后不停的就是这样破碎它 破碎它它就是 然后是投技 闪避一下 然后直接重击天上连 然后接破碎 它就不停的这种 倒下站起 倒下站起 然后又出这种投技 你如果连的好的话 可以直接压到半血 我压过压到半血 它不会转换这种鬼形态 非常简单 它变成鬼形态也很简单 看到吗 变成猛行 直接用破碎 一套把他带走 然后接着继续无限连它 出投技 直接天上连 直接破碎 没接上 没接上那就直接 刺它 就行了 然后小心一下它的聚合 然后接着我们破碎接天上连 破碎鬼舞 鬼舞破碎 鬼舞 继续 一定要吹了 吹了它 鬼舞破碎 出投技 没有投技直接变了 它变了 变成了这个唤醒 唤醒的话就不要靠近它 因为玄棍特别难打它 很难接近它 而且它比较灵活 所以我们就用这个 收礼剑 随便加一加人就行了 而且这里我的玄棍都没有怎么加 我只加了9点的勇 就几乎没有加这个点 因为我之前加的是心啊 一直用刀 所以你想一下一个主乎 点玄棍的一个号 打它真的相当简单 就无限连它就行了 这不很蠢 我发现这个暴手很蠢 破碎 破碎完了之后出投技 然后重击天上林 然后直接 很炫哭 看呢 它又暴气了 那我们也暴气 它就一天去 对吧 其实不暴气也行 不暴气也是一样的 无限连它就死了 OK 结束 对 而且用破碎的时候 在它的这种猛形态 钢形态 你如果鬼舞好的话 可以躲避它所有的攻击 就比如说这里 开始 然后吃了它两下攻击 第三下这个比较帅 直接躲掉 那延师到此结束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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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